2020年休斯顿客家会举办的国庆宝岛客家文物风情展上 国庆筹别会主任委员何一中致辞时 透露了一段小时候讲客家话被罚站的小秘密 让他对客家文化印象深刻 结果因为偷偷下课在那边过去讲 太高兴了讲一堆客家话就被老师抓去门口罚站半个小时了 我觉得客家文化它的美它的特别呢 是真的是在中华文化里面是一个 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小左离右舍都是客家人的陈一芳主任 在会上秀了一句客家话 表示他完全能听懂客家语言 提醒大家要小心 我跟宜中一样 我也是平东人 我们家左离右舍全部都是客家人 我是唯一的米男人 实际上我对客语是他们好得懂 所以基本上当用客家话讲我的话 我们听得懂 这个学前件是不容易啊 所以我应该讲说是 我的精神呢 人呢 我的精神是非常客家的 这怎么讲呢 身为客家女婿的罗富文处长 特别从台湾采购了客家花布 赠送当天出席的宾客 同时回忆客家美食 让大家听得垂涎三尺 乘存于多 客家文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 竞争有非常重要的讲座 我常常在家的时候 没有带来平衡家 我就开着车 带着岳父岳 在桃园 新竹 苗栗 各个客家山去品尝客家小吃 像板条啊 还有那个土鸡啊 还有那个麻油鸡啊 各式各样 确实是非常贵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限量出席人数 筹办活动的休斯顿客家会议 冯启峰会长 致辞时特别以客家化 介绍当天贵宾 并对客委会大力支持 这一项活动的心意 表达谢意 祝祝我出席 草丘共青 陈一峰 陈祝宁 贵宾出席人 出席人 口语中 文竹一 哈卡厚 哈卡厚 今天是否是哈卡厅的非洲 同体一国 今天 我们在哪个议 代表哈卡厅 来办 国际保守客家文物展 我们是身为客委会的咨询委员 那我今天很感谢代表行政院的客委员呢 客委员的那个杨主委 杨常政主委 送了一发给我们客委员的一些相关的学习 课本的课物 我要征送给我们今天的侨胞 以及主席的来宾 那我请那个秀杨姐来代表我要给先送给我们的处长 那客委员送给我们的包涵 就是一定要有中文对照和学客委 很简单 因为它上面都有教我马题 教主学 然后客委100个句 然后还有客家会客委 客委送给我们的御手 也送给我们大家 当天 休士顿侨教中心展览室被布置的客家位十足 加上司仪罗秀娟对客家花布及童花祭的一番介绍 让与会及献上宾客对客家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 童花的图腾的是 由来是台湾客家族群多聚集在近山一带 而近山一带的山上 每逢五月便会生长出白茫茫一片的童花 因此也有人把童花称之为五月雪 童花为客家委员会成立后才逐渐被刑朔成 客家文化的象征 以蕴含客家文化 传统素木洁净虔诚 祈福的精神 由同曾经是客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希望透过童花祭活动 能表达其祈福感念感恩之心 祈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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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